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了中国流行乐的第一个鼎声期 25年过去了 掏声依旧仍然是各大板会首选的怀旧歌曲 而这个音乐神话的缔造者 正是著名词曲作家陈小琪 今年6月 我们在加州硅谷 他的作品演唱会上专访到了陈小琪 想要请教您一下 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可能很多人对您最近的动向不是太了解 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其实我离开体制内也快20年了 原来一直在唱片公司 原来在中唱广众公司 后来去了太平洋影音公司 当总编辑跟副总经理 也是主要负责歌手的这一块的签约 推广宣传制作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到后来就离开了这个体制内 然后就开了自己的音乐公司 那么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做着跟流行音乐有关的一些工作吧 今年的重点主要还是在忙着这两个作品演唱会 一个是四月份在北京的这个演唱会 然后还有六月份在旧金山硅谷这里的一个作品演唱会 今年主要是忙着两个 那么上半年其实四月份的时候 之前基本上都是在忙北京的这个演唱会 因为实际上我已经做过十几次这种个人作品演唱会了 那么今年这两个人对我来说都特别的重视吧 因为毕竟一个是在首都 一个是在美国 美国是世界流行音乐的首都可以这么说 所以能够在这两个地方来举办这个作品演唱会 对我来说我是真的 也是一个忙大的一个挑战吧 所以这半年时间基本都在忙这些事情 北京演唱会算是还做的也是挺成功的 中大中央大学的整个副校长还有两百多个校友 都去到了到了去了现场 一千多一千四百多个座位的一个北京保理剧院 那么歌手的阵容也比较庞大 也在国内毕竟比在国外还是容易操作一些吧 百分之八十的原唱的歌手我都请回去了 除了一些实在叫不动的一些歌手吧 其他基本都请 因为我是想哪怕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当红了 或者说他们年龄已经比以前来说偏大了 有些都八十年代唱到现在的 但是毕竟来说他们为这些作品的最终被大中所接受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因为每一首歌不管是此起作者的事跟歌手是有密切关系的 没有一个优秀的歌手或者很合适的歌手去演唱的话 你的作品也出不来 所以我选择把他们请回来 实际目的也是在表达我对他们的一种尊重和致敬 还有一种是一种感谢 这些作品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去推向市场推向全国的 那么这些歌手都还挺支持的 包括像杨玉瑩 甘萍 林萍 荣州和甲 他们这些全部都过来早期的像竹小林等等 上映组合光头 李靖 沈少华 廖柏 韩伟 这些全部都参加了 活动还是蛮成功的 因为我4月24号举办的作品演唱会 然后25号又开了一个研讨会 研讨会也来了很多可以说是流行音乐界和音乐创作界吧 都是一线的这些大咖们也都来了 大家都是往对这种作品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谱戏 包括中央大学中文系的书记那个主任都在做了一个状态的一个发言 他们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歌词也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那个活动结束以后 就全部身心都忙在美国这个演唱会上面来了 今年4月 陈小琪经典作品《北京演唱会》在北京保力剧院举行 演唱会以经典曲目掏声依旧的旋律乐声拉开帷幕 陈绍华 吴迪青 金志文 陈思思 张妮等多位著名歌手 登台为观众带来了《九九女儿红》 《烟花三月》 《大浪淘沙》等20多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压轴出场的著名歌手杨玉莹更现唱了经典歌曲《我不想说》 随后在美国硅谷举行的作品演唱会 也邀请到众多歌手演艺经典 其中不乏新生代的实力歌手 因为美国这一次也是碰到一些医疗一小步道的一些情况 因为美国是比较严的一个国家 所以有些歌手是被拒签了 来不了 那么有些歌手因为是部队的 也现在不太方便 所以整个阵容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 那作品来自大致上还保留了原来的一些 就北京还有大部分的作品 做了一些小调整 我知道其实您这几年还是一直着力在培养新人 培养一些新的歌手 而且这次的演唱会应该也是有一些新人 要介绍给我们在美洲地区的观众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都带了哪些新的演唱者演员过来呢 一个是韩伟 因为韩伟是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的冠军 他是流行音乐大赛是第二届的时候拿了冠军 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也签在我的公司旗下吧 我也为他创作了算是也不少作品吧这些年 包括这次演唱的两首作品 一个是《客家阿妈》 《客家阿妈》这首歌 比如央视的那个导演 杨东生也是我这次北京 作品演唱会的总导演 也是央视春晚两届春晚的总导演 所以我请他去拍了MV 就拍这首歌 后来我去到广东市的这个客家商会 去到他们一说他们内容那里面也都是说 他们的所有的企业都很喜欢这首歌 都一直在唱 所以我这次也把这首歌也带过来了 那么另外一首他演唱另外一首叫《紫沙》 就我们说《紫沙服》那个《紫沙》 也是15年左右创作的一个作品吧 就有点像江南味道那中国风的一种东西 那我也是让他演 他这年唱了我不少 这孩子还挺不错的一个小孩 那么还有一位是我们最近正在推的 一个签约同心项目 因为这几年我是在想 中国的儿童的音乐培训特别多 满大街都是随便走一百米 就可以看到好几个培训机构的 但我觉得这些培训机构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只做最低层次上的一些培训 就做最基本的一些这种 比如说音准啊 节奏上只在做这一块的东西 到对这孩子来说他们的发展还是受到很大的制约 所以我们就启动这个项目 就重点为这些歌手 为这些孩子去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么一种流行歌曲的作品 这一块这些人已经有人在开始做的并不太大 而且很多我觉得他们只是说为他们挑选一些作品 但是并没有说为这些孩子去夺身定制 或者说为他们做好这种定位的工作 因为实际上我们当时做歌手 最关键一个就是定位 定位包括什么 包括他个人定位 包括市场的定位这两方面 个人定位是包括他的声音条件 然后他的唱法 他的气质 性格等等这些东西 要找出一个最适合这个孩子的这么一个定位 然后再根据市场的需求 再确立这个作品的一个方向和风格等等 那这方面的工作 现在很少人在做这个事 所以中国这么多年没同性了已经 早期八十年代还有一些到现在是没有 所以我们想在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吧 这次我也带了这个孩子过来叫陈童恩 今年是九岁多 觉得他这个孩子原来在培训机构里面是不被看好的 是几乎是列在最后面的一个孩子吧 到我们接触我们觉得他声音很有特点 他声音比较粗 就跟一般的小孩那个奶是奶气的东西不太一样 所以再放在那些普通的这种少儿的歌曲里面去演唱的时候 这确实感觉有点跟其他有所隔阂的感觉 但我们这次根据他这个声音的条件 就给他定位定为一个儿童摇滚 所以这次在北京演唱会 用了他唱了这个儿童摇滚的这个马南摇 马南摇原来是我04年创作的一个歌 后来是已经列作全国的小学的音乐教材 我觉得现在很多培训机构 几乎天天都有人在唱这个作品 当我们把它改变成一个儿童摇滚了 就歌曲的旋律不动 基本就节奏性稍微做了一点调整 演唱方法做了一个调整 所以出来之后 北京演唱会第一次露面 一出来就满堂喝彩 就说明这种 现在很多小孩也是他们就听到这个版的歌曲之后 都喜欢上了 现在我觉得很怪的一点 就是现在小孩其实特别喜欢摇滚那东西 但是在我们的一般平时的训练里面是很少涉及到 摇滚这么一个内容的东西 哪怕我们只是从这种形式上 从音乐风格 音乐形式上这种不吃力的话 具体内容都好 摇滚的风格在小孩里面都是几乎是一片空白 所以我们现在就打算从这个角度入手 让小孩能够进一步去释放自己的天性 去唱出一种属于孩子自己的感觉 我们不希望 现在小孩都被搞成了千人一面 一个模式的情况这样套出来的 小孩太多太多了 我们想从里面做一些突破 去挖掘出小孩他们自身的个性和潜力 去帮助他们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 所以这个项目我们刚刚启动 目前也正在已经株立了一个场地了 一个写高级写字楼 要准备下来再培养多几个 发现多几个孩子吧 我注意到您这个团队里边还有一个藏族的歌手 是吧 其实现在的这个 就特别是近几年 这个西藏啊 新疆的这些歌手还蛮多的 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他们天生的这个嗓音的条件 比较容易就是有自己的特色 比较会唱歌吗 少数民族在音乐天分上 是明显要比我们汉族的要强很多 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唱着歌长大的 而且他们都生活在这种边缘地区吧 那边也没什么污染 所以变成水土啊 对他们的这种声音音质啊 都会好很多 这样这种音乐东西 比如说从小就在接触跟我们这边长大才在被动来学习 是完全两码似的 他们演唱就是他们心里边的那种旋律 因为他们从小听到大 这么几百年来几千年来这么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些音乐 那是生长在他的血液里边的 他很知道就可以把它唱出来的 所以我们发现少数民族的歌手在演唱的天分上 是明显要比汉族要强很多的 汉族在那么多人里边最多挑出几个来 他们随便一抓一大把 都可以唱得非常好 特别在流行音乐这一块 现在也可以说这几十年 其实我们都一直都在寻找这种 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流行音乐 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切入点 我94年我就做过推出来了 那个三音组合 三音组合是姨族的 姨族三个小伙子 他现在已经成为姨族流行音乐的鼻祖了 这几个人当时他们是第一个遗族的流行音乐族 他们自己创作的写的 我帮他填了词而已 音乐都是他们自己写的 写得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我发现他们这种音乐跟流行音乐的结合 非常的可以说是无缝连接 它不像其他的那种音乐 也就特别合适跟流行音乐交融在一起 那么到后来我又制作了这个 《容忠而甲》 然后这是藏族的 我们不给他定位是藏族的流行歌王嘛 他当时他自己也写过曲的 那首《神奇的九寨》也是他自己写自己演唱 拿了全国大奖的这么一个作品 后来我是去了九寨宫 他就在九寨宫嘛 然后就跟他聊得也非常好吧 在那边感受了很多他们当地藏族的一些音乐的东西 后来回来为他写了这个《高原宏》这首歌 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他的一个代表作了 现在也是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吧 但这次《容忠而甲》也是没办法过来 因为原来最早我们定的时间是六月初的 就是当时他排期当机都安排好了 后来我们这边改成六月中旬之后 他那边的排队就产生问题了 正好有个四姑娘山那边的一个项目 也是在同一天举行 所以他这里面帮我来 这次请了他的同门师弟 这个《索兰扎西》 《索兰扎西》其实在国内的歌坛上也是影响也不小的 然后唱了《姑娘我爱你》那首歌 也是在通过网络传播之后非常红的一个歌手 因为我想还是找一个藏族的歌手来演唱这些作品更合适一些吧 所以这次也把它请过来了 但少数民族的音乐 实际上这些年可以说也一直都没停止过对于整个流行乐团的渗透 早期像这样一桌那个藏族已经除了荣州二甲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这种作品包括天鹿等等 青藏高原这些都全部都是藏族风歌的 那么还有个《草原风》也是这几年特别流行 像那个从最早大的就是腾歌开始吧 他就把这种蒙古的演唱方式带到流行乐里边来 那么在这几年又出现特别多的歌手 在演唱这种草原风格的这种歌曲 特别特别多 蒙族是特别多的 现在已经几乎是铺天盖地的了 套马杆等等 这些歌都非常为人的流行 我想下来应该还有更多的这种少数民族的音乐 会进入我们这种流行歌堂里面来 因为现在整个全球也在推行的一种叫世界音乐 因为实际上他就把民间的原生态的很多音乐 把它抽取出来或者把它重新进行组装吧 让他就也是融合到乐坛里边 所以他会跟流行乐会产生更多的密切的相关的东西 会让我们的音乐形态会更加丰富 而且对于中国的这种少数民族的这种音乐宝库来说 其实他也需要一种传承 这种传承我一直是认为传承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古董式传承 那就保留它原汁原味也让它留下来 另一种是发展性的传承 传承就在它基础上要跟不断的时尚化 不断的跟时代相结合 让它保持一种新鲜的活力 你要没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我们再好的这种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慢慢它就会被消失 你毕竟被时代抛弃 到最终你想发展是根本不可能 要发展你只能跟这个时代紧密去结合 你必须放弃自己原来一些东西 就融入到新的一个时代里面 这种传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2008年 陈小琪曾策划编写了 《涛生依旧广东流行音乐风云30年》系列丛书 细数了由1977年中国第一支流行乐队 紫罗兰清音乐队开始的广东流行音乐发展历程 在网络发展极其迅猛的21世纪 流行歌曲的传播途径和类型风格也都在不断地变化 同时对于歌手多元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当代华语流行乐坛或许已不是从前有南北派之分 不过在大融合时代下 对歌手的精准定位似乎更为重要 中国的流行乐坛 我觉得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 这个发展是非常的迅速 而且是一种蓬蓬发展 因为现在年轻人接触到的东西更多了 更开放了 所以这个流行乐的发展是非常的快 而且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那么您觉得要在流行乐坛 占据一席之地的诀窍是什么 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有提到说 要坚持一些本民族的东西 或者是有一些文化传承的东西 才可以有自己的地位呢 这个东西应该说 具体到每个人肯定有不同的方向 你也得看他个人本身适合唱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说如果是作者的话 他适合创作什么样的东西 这首先对自己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 这判断找不准的话很可能逆地 这一辈子的路可能都白跑了 到最后可能忙了半天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从一开始路就怕走错路 第一步走出你走错了 要把它改回来是特别难的 所以起步的时候一定在这方面 要特别特别的重视和注意 这是对任何一个歌手都是一样的东西 当然在整个乐团上面 一定是要有自己独特的一种风格和个性 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被埋没了 现在一年出光是网络上可以推出的那几十万首歌啊 不像我们一年以前一年几百首就很不得了了 现在可真是几十万首上百万首都有 在这些作品里面怎么冒得出来 你没有很特别的个性的话 谁记得住你 你都混同意其他的作品都一样 你这肯定出不来的 所以这块从艺术上的 艺术本来它也需要一种个性 没有意义 一个艺术是不走极端它能够出来的 在走极端的过程里面 可能有些走得太远了 也有可能 但是没关系 但是这种极端是一定要走的 艺术只有通过极端才能够突破自己 才能得到某种传承和发展 这对于一种艺术门类一样 对于一个人其实也是一样 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又有了你自己的一个一席之地 你能有你的站得住这个地方 这点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好 谢谢小齐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